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中国微信网络上流传出来江泽民的两张镜照 就引发起人们的热议 这两张照片据说都是在江泽民的家里头拍摄的 他在家里头就会见了中国女低音歌唱家李春雷 这其中一张照片就显示了江泽民和江泽民夫人王也平 还有李春雷他们三个人坐在沙发上 那后面的墙壁呢全部是书架 上面摆放着江泽民啊在各个时期的照片 其中还包括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的一些照片 这里显示的到底是江泽民的客厅呢还是书房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呢从这个照片上来看吧 江泽民的家里头似乎还是相当简朴的 他的沙发呢是那种很一般的沙发了 上面还套了一种很土气的套子 书架呢也不是那种进口的那种高档书架的 就是一般的就是请别人坐的那种一般的书架 如果江泽民的家真是像那个照片里显示的那么简朴啊 那我们好像应该说江泽民是个清官了 当然了或许啊是江泽民他另外还有豪宅了 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吧 这个另一张照片呢就是显示出啊江泽民他坐在沙发上 欣赏李春雷的书法作品 李春雷这个人呢从来没有听说过过去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跟江泽民的关系这么近 居然啊可以到江泽民家里去做客 在照片中显示的江泽民他的衣服啊穿的还是很正式的 穿的皮鞋打的领带看上去精神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趣的是呢江泽民手里居然还拿了一把扇子在那扇动 好像是在夏天 但是呢你要从其他人这些衣装来看啊 好像又不是夏天 或许啊这个江泽民家里的暖气啊烧的特别好特别热 所以江泽民啊才扇扇扇子 看来啊这个美改气的闹剧啊 并没有影响到江泽民他们家的暖气 这两张照片啊肯定不是李春雷照的 也不是江泽民夫妇照的 因为他们三个人都在照片当中啊 这也就是说 在场啊一定还有第四个人 那么这两张照片呢就是那个第四个人照的 那么这个第四个人是谁呢 按照江泽民现在的待遇啊 他是有警卫员有秘书的 所以这第四个人呢 也可能就是江泽民的警卫员或者是秘书照的 也有可能啊是陪同李春雷来的那个人照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两张照片流传到网络上 那绝对不是偶然的 肯定是一个人为故意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中共他是有规定的退休的中央领导人的照片啊 你除非上级有批准啊 一般是不允许你自己传到网上来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中国网络上我们极少看到有那些退休领导人的照片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规定 那么各种各样退休领导的那些照片啊 早就在网络上满天飞了嘛 偶尔啊有一些退休的领导人到外面去参观或者视察被路过的群众看到了拍摄下来把这些照片传到网络上 这也是有的 但是说退休领导人在家里的照片除非是他本人故意透露出来 否则你不可能传到网上来的嘛 你像江泽民这样的人他都退休15年了 在这些年他不可能一个人每天就单单的坐在家里头 那也是非常闷的嘛 肯定会有一些他的老朋友啊 来他家里来来拜来这个拜访一下聊个天什么的 他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那么这些老朋友到江泽民家里来肯定会和江泽民来一个合影留念什么的 但是呢这些和就是和江泽民的合影啊 应该说仅限于你私人的欣赏和收藏 你不能传到公共网络上 如果可以随便传的话 那么拜访过江泽民的人 那么跟江泽民在家里头合影过的人 那应该是多了去了 那老早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照片传到网上来 就不会等到江泽民退休15年后你才出现了 所以说呢这一次江泽民他在自己家里头 跟别人的合影啊 这个照片传到网上必然是故意的 他是有某一种政治上的用意 第一点呢 这两张照片啊就营造出一个江泽民身体状态还相当不错的气氛 第二点呢 这两张照片啊 他就营造出江泽民生活相当简朴的气氛 第三点呢 这两张照片啊更就是营造一个存在感 让大家不要忘记江泽民他的存在 也就是说江泽民他人还没有走 茶还没有凉 我们如果孤立的看江泽民这两张照片的话 你或许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可是呢 如果我们把江泽民的这两张照片啊 和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你就会有另外一番的感受 第一件事情啊 是北京这次来的一个大拆广告牌的运动 可是唯独江泽民他提词的那个三菱医院的广告牌啊 他是没有动的 这就显示出来啊 江泽民的气场是在那儿的 就是说他的提词别人是不敢动的 第二件事啊 就是最近马云在中国大陆遭到一些围堵 遭到一些攻击 而且呢 马云他在香港的南华早报 他发表了一篇批评习近平的英文文章 人们都在传说啊 说马云的后台就是江泽民 那么现在马云的这个情况呢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江泽民的情况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因素了 第三件事 就是我们昨天说了那个韩正的西装 他在其他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啊 都在穿跟习近平一模一样 同样款式的拉链夹克衫的时候 韩正他偏偏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西装 他不向习近平看齐 如果这个场景被那些不了解中国大人物的非洲人看到的话 他们估计还以为那个穿西装的韩正是真正的大老板 其他那些穿夹克的人都是韩正的保安 我们知道韩正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这一次韩正他不向习近平看齐 那是不是来自江泽民的受益 这个事情也未必可知啊 第四件事情啊 就是孙政才他由政治腐败被降格为普通的经济腐败 昨天也就是12月11日 就中国就传出消息 说是孙政才啊 他被移交给司法机关 起诉这个孙政才的罪名啊 就是他涉嫌受贿罪 这个呢 就是大大疏忽人们的意料之外了 因为孙政才他在十九大之前啊 被拿下的时候 当时给他一个罪名是很重的 是一个政治腐败的罪名啊 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 他说孙政才是一个野心家 把这次拿下孙政才 说是清除了政治隐患 所以说啊 当初人们认为 起诉孙政才的罪名应该会很重的 他会有企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 滥用职权罪 贪污罪 受贿罪等等一系列的罪名 可是这次公布的 对孙政才起诉的罪名呢 仅仅是那个最轻的受贿罪 这样一来呢 就把孙政才的罪名啊 他有一个政治腐败 就降格为普通的经济腐败 为什么孙政才的罪名被降格呢 这个事情的后面 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们再说江泽民这个人 可以说江泽民他在世界观方面啊 跟胡锦涛是不一样的 跟习近平就更不一样的 这个呢是由江泽民本身的年龄和他的经历所造成 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啊 他主要是在年轻的时候 人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他的世界观就基本形成了 在这以后你就很难再改变了 江泽民他是出生于1926年 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啊 他是一家电器公司的电 就是机电工程师 当时啊也算是一个中产以上的家庭吧 在那个时代担任电机工程师的家庭啊 他的思想显然应该是比较西化的 所以江泽民在小的时候就应该受到比较西化的 这个家庭教育的影响 那么1937年江泽民他是进入了扬州中学读书 当时啊扬州他是被日本人占领了嘛 所以呢江泽民他的少年时代是在轮陷区度过的 在1943年的时候江泽民他就从中学啊 就直接考上了当时候汪精卫政府在南京 设立的中央大学的电机工程系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 江泽民啊这些在汪伟大学里面读书的大学生啊 再一度啊就被人们称为叫做伟大学生 就不承认他们的学历了 后来呢江泽民他们这些人啊 就被转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就继续读书 在1947年时候就是21岁的江泽民啊 他从上海交大毕业 毕业以后呢江泽民就在上海的海宁洋行 当电力工程师 他一直干到1949年 江泽民在1946年他在上海交大读书之后 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 1949年到时候中共占领上海之后啊 江泽民他这个地下党员的身份也就公开了 江泽民就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 后来不久啊 他又成为工厂的总经理 这样呢就开启了江泽民后来的政治的仕途 因为江泽民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在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就中国完成的 尽管江泽民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但我们要注意 当时中共的地下党员和延安来的那些所谓土巴路 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人 中共的地下党员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他们的思想啊 一般比较西化 比较洋派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 他就是从西方传来的一种西方的思想嘛 他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出来的思想 相反呢那些延安的八路军 他们的世界观啊 多半是中国土生土长出来的思想 所以说当时中共的地下党员 他们的世界观和延安干部的世界观 两者的差距是很大的 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 其中的主角余泽成 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典型形象 而于泽成的夫人王翠平 他是一个延安干部的典型形象 这部电视剧的很多情节啊 他都是围绕着于泽成和王翠平 他们的世界观的巨大差别展开的 在现实生活中啊 他中共的地下党和延安干部 也就像电视连续剧里面的于泽成和王翠平 他们的冲突那么大 所以说中共进城之后啊 地下党的干部和延安干部之间啊 就发生了不少世界观方面的冲突 地下党啊就嫌那些延安干部太吐气 而延安干部啊又嫌那些地下党太洋气 双方啊谁都看不惯谁 比较有名的故事是中共的著名地下党员 陈修良的故事 可以说陈修良出生入死啊 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极大的功劳 可是解放后 陈修良就被靠边站了 1957年又被打成极右派 这个呢也反映出啊 当时中共地下党和延安干部的思想冲突 江泽民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 他从来没有去过延安 没有受过那个延安的红色洗礼 所以说江泽民的基本世界观 他和延安干部啊 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 特别是江泽民他主要受的教育 还是那个所谓旧中国的中华民国式的教育 他跟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式的教育 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也正因为如此啊 江泽民他的教育啊 在这个旧中国完成啊 他的头脑中就是旧中国的烙印就比较多 相反江泽民头脑中啊 他的这个红色文化 红色基因的东西啊 相反反而是不多的 跟江泽民相比 习近平就完全不一样了 习近平他可以说叫做 身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所以习近平的头脑中啊 他和旧中国的这个烙印啊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满满的都是新中国的红色文化 红色基因啊 这样呢 也就形成了江泽民和习近平 他两个人的执政思想和作风啊 有所不同 我们再说胡锦涛 胡锦涛他是1942年生 比江泽民又晚了一代 在1949年中共建政的时候呢 胡锦涛七岁 他刚上小学 所以胡锦涛受的教育啊 都是新中国的教育 可以说胡锦涛叫做身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 但是呢 在1949年刚刚解放这段时间不久啊 当时学校里面的教员都是从旧社会直接接受过来的旧知识分子 他不是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知识分子 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是在胡锦涛那个时期时间啊 他教育出来的人啊 那个旧社会的那个中华民国的思想参与啊 还是很重的 所以在胡锦涛的头脑中啊 他受到那些旧社会的旧知识分子的影响还是相当的大 尽管啊 可以说红色文化红色基因在胡锦涛的头脑中啊 可能是占据了大多数 但至少有少部分啊 他应该是来自旧中国的那些旧知识分子的旧思想的烙印 习近平是1953年生 比胡锦涛啊 又晚了一代人 习近平他1960年进入北京市八一学校读书 那个八一学校啊 是专门为中共的高干子弟办的那个彻底的一个红色学校 所以呢 习近平从小就受到一个满满的红色教育 后来习近平赶上文革 他没有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 所以说啊 习近平他受到的旧社会的旧知识分子的影响 可以说非常小 他接受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红色教育 是百分之百的红色基因 我们所谓的旧社会啊 就是指的是旧中国那个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了 所以说呢 江泽民他对什么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啊 他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 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也正因为如此啊 江泽民他就有一个对比 什么是资本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这个对比之下 江泽民就更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而相反 习近平对什么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是没有任何的亲身体验 习近平他只是短暂的出国访问 他没有在外国长期生活过 所以在习近平的头脑当中 他对私有制是什么东西 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东西 他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就是他就完全凭想象 他也很难想象 到底这是什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江泽民和习近平 他的思想差别 这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一个人是对私有制 对资本主义社会 他是有亲身感受的 另外一个人完全没有感受 完全他想象都是很难想象的 这样一来呢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思想的差别 就会造成他们两个人执政上的差别 说到江泽民和习近平的差别 那就是可以说是说来话长了吧 那我们就以后再慢慢说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 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欢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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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